Intro這個軟件 第二個我非常欣賞的地方 它經常都會免費去更新和更新 就是說 我想差不多兩年這個軟件 它以前有很多不同的Bucks 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去到今時今日 很多事情已經是做到的 還有我們今天是教手機拍攝和剪接 我們如果有一個手機的剪接軟件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將檔案抄入電腦 然後剪接完之後又出回手機 我們只要有一部手機 就可以做到拍攝和剪接 所以對一些不用開電腦的朋友 是非常方便的 對於入門的一個用家 我們平時的經驗 大約15分鐘至30分鐘 就可以學會這個Intro的軟件 所以可能你用開尾圖 不同的軟件 Intro裡面 都不是很難上手的 今集也會教大家 逐步逐步 從零開始到完成 都會和高呼一次 好 吃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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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